这个女人正在经历丧子之痛 为了帮助她 丈夫租了一个仿生机械人 她的外观性格跟儿子一模一样 于是呢 女人沉浸在与儿子的相处当中 但很快事情出了一样 阿欣是一个严厉的母亲 别人的孩子在玩耍时 她的儿子必须在写作业 为此 儿子没少跟她起冲突 这晚 儿子又被逼写功课 她很生气 她把笔一摔冲进了厨房 阿欣以为她肚子饿了 没想到一声俱响 她连忙赶过去 接着便发出了尖叫 儿子坠楼了 悲剧之后 阿欣整日以泪洗面 她给儿子烧纸 参加互助小组 但是收效甚微 一想到可能是自己的严苛 害死了儿子 她心如刀绞 这天 在互助小组之后 一个大妈告诉阿欣夫妇 相比互相倾诉 她认为市面上的仿真机械人 更能帮他们渡过难关 说完 她给了夫妇一张名片 两人有点心动 第二天 丈夫来到机械人公司 产品经理表示 由于产品刚开发不久 价格十分高昂 目前只推出了租借服务 虽然也不便宜 但一想到难过的妻子 丈夫一咬牙 她提供了儿子的DNA 决定租用一周 另一边 阿欣正在家郁郁寡欢 忽然敲门声响起 丈夫带着儿子回来了 阿欣惊喜不已 她尝试跟儿子说话 儿子的反应跟真人一模一样 她开始玩耍 甚至记得家里每一个物品的位置 阿欣十分欣慰 她写了一个计划版 打算弥补所有 没有跟儿子做过的事情 她再也不逼儿子写功课 而是陪她玩游戏 做饺子 母子俩度过了 其乐融融的时光 很快 一周的时间到了 阿欣非常不舍 她抱着儿子久久不肯放开 她问儿子 那晚的意外到底是怎么回事 儿子说是她不小心的 她从来没有责怪过阿欣 阿欣流下了泪水 虽然不忍 丈夫还是把孩子送走了 没过几天 阿欣受不了了 她拿出所有的储蓄 表示要再租一周 她还有好多事情 没有跟儿子做 丈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啊 但阿欣不听 没办法 儿子又被送了回来 第二周 阿欣继续跟儿子相处 可这次 没有之前那次那么愉快了 第一天 因为机械人 动了儿子的遗物 丈夫大发雷霆 阿欣很不紧 她认为 机械人就是她的儿子 丈夫既生气 又无奈 把遗物抢走之后离开了 第二天 阿欣在家做饭 碰到蟑螂 可原本 该害怕昆虫的儿子 却跑过来打死了她 阿欣与她看电视时 她开始吃最讨厌的开心果 就连阿欣陪她玩耍时 她也自觉地去写功课 阿欣有点疑虑 虽然儿子听话是件好事 但这也太不像她了 阿欣拿出照片 想看看儿子 有没有真人记忆 果然 儿子不少事都忘了 忘了阿欣 唯一的一次 陪她去游乐场玩的合影 她怎么都想不起来 阿欣慌了 她不肯接受这一点 在她心中 这个机械人 必须能够代替儿子的地位 纠结之下 她违反了 不能带产品出门的原则 把儿子带到室外 她来到原来的那座游乐场 却发现正在施工 她蹲下来 急切地想唤起儿子的记忆 可无论她怎么说 机械人都只是呆呆地摇头 表示不记得 阿欣很难过 她带着机械人往家里走 中途 机械人忽然故障 她两眼翻白 倒地不起 路人迅速地围过来帮忙 很快 机械人恢复了 因为怕路人发现 阿欣带着机械人赶紧离开 回家之后 丈夫一脸严肃地坐在沙发上 把儿子哄回房后 丈夫表示 他们已经没钱续租了 更重要的是 她看着日复一日 沉迷其中的阿欣 她内心煎熬 她指出 这个机械人之所以这么听话 而且缺失记忆 就因为她只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无论再逼真 她都不是他们的儿子 实际上 机械人上周走时 对阿欣的安慰 就是丈夫要求植入的程序 那晚的意外 究竟是不是儿子不小心 根本没人知道 阿欣崩溃了 她嚎啕大哭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丈夫也很痛苦 夫妻俩相拥哭泣 第二天 阿欣醒来 发现机械人已经被丈夫带走了 之后的日子 她尝试振作起来 她参加互助小组 第一次说出对儿子的愧疚 回到家 她把儿子的遗物收拾好 还把她最爱的玩具修好了 渐渐地 她开始学会面对 虽然心里依然空洞 但她不再沉迷过去 一天 当阿欣买完菜回家时 电话忽然响起 是机械人公司打来的留言 对方表示 他们现在完善了产品 机械人的真实感 已经比之前提高了四倍 无论在记忆还是情感上 他们都不逊色于真人 阿欣转过身 她在犹豫 故事戛然而止 狗言残喘 是2019年港剧 理想国中的一则故事 随着科技的发展 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 但无论虚拟如何逼真 却还是难以弥补 真实生活中的空洞 故事当中 阿欣的遭遇确实令人痛心 但若要真正的治愈伤口 最好的方法 还是勇敢面对 继续前进 不过 片尾突然出现的开放式结局 似乎又让人深思 若真实和虚拟 已经完全无法分辨 人们又会做何选择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有两一个 сл 龙こと